昨天上午多支支援湖北医疗队陆续抵达了天河机场 准备搭乘飞机撤离 武汉当地民警志愿者等在机场迎候 向医疗队致敬为他们送行 我们也很高兴圆满地完成任务 也为武汉感到特别的高兴 回去最想做的事情 回去想好好的跟亲人和朋友拥抱一下 因为真的是挺难忘的一个经历 毕竟我们在这里战斗过 觉得就是和去以前去别的地方的感情肯定是不一样的 相信我们等疫情完全结束的时候 我们还会回到武汉来武汉再看看这片我们曾经战斗过的地方 这支队伍是天津市第一批支援湖北的医疗救助队 这138名队员供在武汉支援了52天 从年初一直就来到了武汉 武汉真的不容易经历了这个最艰难的这一个多月 我们也取得了很好的成绩 我们把这个条件很艰苦的一个医院 我们把它创建起来了 很多的病人经过我们医务人员的精心救治出院了 医疗队员在机场集结完毕后 有秩序登上飞机 国家卫健委医症医管局监察专员 焦雅辉代表中央指导组的医疗救治组 进入机舱被大家送行 代表我们中央指导组的医疗救治组 来给大家送行 谢谢你们 你们辛苦了 你们在武汉的这一段日子 武汉加油 加油 武汉加油 祝贺你们圆满地完成了任务 也祝你们一路平安回到天津以后 希望你们好好修整 然后我们再战疫情 现在我们的任务还没有完全的结束 我们现在是要内防扩散 还要外防输入 所以现在我们回去之后 大家好好修整 还要回到各自的岗位上 为我们的患者服务 代表救治组 祝你们一路平安 祝你们平安健康 我们回去之后再见 谢谢大家 下午13点17分 天津医疗队搭乘的第一班航班顺利起飞 17号 天津市七支医疗队的733名医务人员离开武汉 第二班航班戌 京阳